哈囉大家好久不見 哇現在真的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少出去登山或玩耍 所以那個影片的製作的進度 真的是緩慢很多 不過因為前幾天就是看到一個網友的留言 那我蠻意外的 因為我很久之前有做一支影片 就是在介紹Clip這個剪輯軟體 那他的功能性 跟一些即時性 我覺得都還蠻方便的 其實我自己也很少在用 那當初是覺得說他有些功能很好玩 所以就做了一個影片 就沒想到其實回響率也還不錯 那當然這個網友就在問說 因為之前有教說剪接去頭跟去尾流中間那一段 可是他想說 那如果一個影片他想要去中間那一段 那使用Clip這個剪輯軟體怎麼用 我知道因為一開始在使用的時候 我知道他沒有這個功能 像一般剪輯的話 他就是有一個剪到的功能 然後直接把那一段剪掉 然後就可以去掉 影片中我會使用哪個方式 因為主要是怕說 使用比較舊的版本的人 他沒有分段這個功能 所以我會用他原有的功能去做 一個去中間段的處理 好那我們就趕快進入這個影片教學 好那就拿這個片段來看好了 一開始啊從書本滑下來 然後想要滑到一個標的路的時候 就不小心看到自己穿幫 那如果你想要把剛剛那個穿幫那一段剪掉 就是可以用分段 像按這個Clip之外 然後中間這個功能鍵有個分段 好點選分段進來之後啊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游標去找 那剛剛我們也大概知道說 梳下來 剛剛有講到這一段不要對不對 然後直接跳到這個Beeber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分段功能到 好我看一下到梳這邊 然後我想要梳完之後滑下來就是那個Beeber嘛 所以這裡就按一個分段 它就把你剪掉 然後第二段 你再用分段 這裡開始就是不要刀 注意看 這裡就是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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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這裡 可能不用直接到這裡 我們就是在他還沒出來之前 就給他再一刀 好那是不是有三段了 第一段是我們要的 第二段就是我們不要的 第三段就是我們要的 那我們就來做做看 把它刪除掉 那我們再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我們要的 喔有沒有 就是這樣子 好接下來就是要跟你演示一下 如果你沒有分段這個功能 你只有剪裁這個功能的話要怎麼做 那其實也是不難 像譬如說先讓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從耳機一直到鍵盤 然後一直到Beeber 這一段那也是一樣 我鍵盤不要呢 對不對 我鍵盤這一段不要 然後一直到Beeber出現 那如果只有剪裁怎麼做 好那我們還是一樣先回到介面 然後記得去複製 複製一樣的片段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分段的話 我們就用剪裁也是一樣去尾跟去頭把它接在一起 因為你耳機之後 這裡 從這邊開始這邊就不要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剪裁的功能 然後把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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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到 這裡 好耳機不見 好再前面一點 好這樣 好然後做一個剪裁 好然後第一段再給大家看一下 第一段就是這樣 喔沒了 對不對 好那第一段處理完之後啊 我們是不是要處理第二段 那第二段就是去頭 所以這個第二段就是前面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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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我們第二段要的時候這裡 就是Beeber還沒出現之前 好這裡是我們不要的後面要 所以按剪裁 那你就給大家可以看一下從第一段到第二段 中間段一段就沒有了 那大概教完啊 就是請大家可以去練習一下 因為我知道說 如果你沒有分段這個功能 只有剪裁 你可能會有點搞混 但是你就多看幾次 然後去多試幾次你一定會 因為剪接就是這樣子 就是 他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可能一直重複的操練一直操練 好那希望這個影片你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咬 liebe 咬рас 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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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